你看 净行兽不杀生 净行兽不偷盗 那么在你发愿净行兽不杀生的时候 你就对所有的众生都实行了一种无谓的布施 有些众生他都要得到你的保护的 那你净行兽发愿不偷盗的时候 那就是所有的众生他都得到你布施的功德 不是说你拿这个东西去布施了没有 你只要跪在这儿受戒 你能够发这个愿的 那就不净得人身上得到你的这个布施的功德 连那个猫了 狗了 牛了 猪了 他也得到你布施的这种功德 因为什么 你发愿不偷盗 就是不去轻松众生的这种利益了 那不轻松众生的利益呢 那就是来实行了这个大布施的 那你受了五戒以后呢 你又肯把五戒的功德利益呢 去讲给 就是没有受戒的人 那么劝导他们来受戒 这就进行了这种法布施的 那就是佛教里说的呢 财布施 法布施 无畏布施 那通过受戒呢 你都可以了 然后得到的 而且这个呢是通于一切呢 然后有情神上的 那你没有受戒呢 刚才说的 那你的那个功德呢 就是要你的这种实际布施的东西 它是有局限的了 所以假设拿那个 就像我们点的蜡烛和太阳的光明来比了 那你受了戒的那个光明呢 就有如太阳一样 那你没有受戒型的扇呢 就像那个蜡烛 点的这个亮一样的 这就是说比较一下 就等得了他们中间呢 有这个呢 然后差别的 那再一个呢 要说明什么 这个受五戒呢 它是得人生的一个保障 就是我们人呢 为什么获得这个人生呢 它有它属世的这个善意 那属世的善意呢 就是你持 你受五戒当中来的 那受五戒呢 那有五条的 那也可以随自己的愿望呢 你说我受不了五条 我可以守四条 或者三条 或者两条 或者一条 只要你能够受五戒当中的一条戒 那这也是你得人生的因的 那要修学佛法呢 一定要懂得呢 这个人生的这个宝贵的 所以那修法之前 为什么要思维呢 就是狭满的人生呢 难得 那什么是狭满的人生呢 那就是经里头有讲嘛 就是呢 这个人生啊 你要获得一种呢 这个狭满的人生啊 就是你有这样的条件 也就是具备了 修学佛法的一种条件 如果你得不到个狭满的人生呢 常常就说到这种八无瑕的 就是八种情况 它都阻碍你呢 来听闻修学佛法 那比如说 你堕落在三个道 地狱恶鬼出生了 他是肯定了 说你难以修学佛法的 那你呢 六根不具足呢 就说盲碌阴雅了 他也障碍你呢 然后修学佛法的 那有种世间人呢 他很有学问 那但是呢 他是些变从的 现在有些人呢 他根本不来学习佛教 他不了解佛教 但是他自己就说呢 说佛教呢 是迷信的 那我科学呢 才是唯一的 就是说值得可信赖的 所以这个常常大 就是只注意他所学的 他就认为呢 这个佛教呢 就说不可以接受的 那这种人呢 他成为世纪邪辩聪 他没办法对佛法呢 生起来这种心形的 他用种种的 我们说的那种狡辩了 诡辩了 他来树立他的那种理论的 所以这种人呢 他也是很可怜 因为他也没办法呢 来接受佛法的 那还有呢 那他呢 就是像有些人呢 他遇不到佛法 那生在佛前佛后的 那我们虽然生在佛后呢 但是释迦摩尼佛呢 有这个遗留下来的教法 我们能够闻到 那假设以后呢 那有些人的福报越来越少 他连这个佛 遗留下这个教法呢 他都听不到了 说那也是很可怜的 所以呢 得一个狭满的人生啊 实在是不容易了 那你怎样来利用 这个狭满的人生 让他度过呢 然后最有 就是最具有意义的 而最能体现人生价值的 就是我们要呢 接触佛法 修学佛法 那从这个当中呢 真正的了解到呢 这个人生的宝贵呢 就是在于呢 他是有五界的善影 而感召的这个殊胜的 报神 而接触这个报神呢 人的话呢 你看你有思想 你可以接受佛法 告诉你怎么修行的话呢 你会去修行 那么真正的呢 然后能够呢 就是说按照佛的教法呢 然后去修 最简单的 你以五界去修呢 你将来的保障呢 这就是得到人生的 这种保障 如果进而呢 你再去修呢 比如说你有法心啊 就是说出家了等等 那出家干嘛 他是修处理法的的 那你就能够得到 那二圣的那种解脱的 我们常常说的话 声闻 圆觉的 那如果你再有法心呢 受菩萨戒呢 那一定法这个成佛 读宗生的心 那你可以了 然后受菩萨戒 就是佛法呢 他分的这种 跟他说 这种等次的不同了 那有人天圣的 有声闻元解 这个圣的 那么有菩萨圣的 有佛圣 那个圣呢 也念秤了 那个秤呢 为什么不念秤呢 因为它是个动词的 就是秤车 如果念圣的 它是个名词 叫人天 圣呢 就像一个车了 我可以呢 成这种车 达到我的目的 那就是菩萨圣呢 就是我这个车 大得很 我还要呢 不仅我个人坐 我还要让其他人坐 你要声闻神的话 我只是我求我解脱 所以他各个圣呢 有他各个的 然后内在的 这种修法的 那我们要想 来世呢 再得人生 那你必须呢 然后从禀受呢 五戒当中来 因为禀受五戒呢 我们受五戒的时候 净行受 不杀生 净行受 不偷盗的 那个净行受呢 它就是一辈子的意思 当我们受了戒以后 这个戒体呢 是尽我们的这种性命 我们活着的时候 这种戒体在的 那我们 就是说这个报神 尽了 就说人呢 死掉了 那他戒体呢 随之呢 也就死掉了 那菩萨戒呢 它是净为来际的 就是你现在呢 发青受菩萨戒 那虽然你这个人呢 就说死了 纵管你堕落到 猫了狗了猪里头去的 那你的戒体还在 就是猫菩萨狗菩萨 你在现在 你说我再重新受菩萨戒 它只是一个重新受而已 那五戒的话呢 那就是说 你性命呢 就死掉 它的戒体就没有了 那我们现在又获得人生 又知道了戒法 我们再来呢 然后这个受的 所以呢 这个受五戒呢 它是得人生的 这个 这个保障的 那如果懂得这个意思呢 就是假如你不为这称呼 也不为这求解脱 你单单想要再获得一个人生 你没有五戒呢 是绝对不能的 所以 就是说在六道当中 今天里面讲嘛 就是说 为什么人生这样宝贵呢 我给你带来的